哈喽,欢迎回到这个频道,我是卡尔 这期会带来欧洲冠军联赛,欧冠小组赛 第二轮,10月4日的四场赛事解析 首先第一场,国际米兰主场对阵本菲卡 国米在本季欧冠小组赛再度遇上上一季16强对手本菲卡 而国米在本季不同的是,在一甲一路高歌猛进 六胜一败的战绩 而本菲卡也不遑多让 同样也是六胜一败的战绩,排在普超第二 可上一季欧冠就能看出一甲与普超的差距能有蛮大的距离 加上本季国际米兰比上季的数据更加夸张 一甲七场下来,19颗进球只吃三球 虽然在欧冠第一场小组赛是做客皇家社会踢合 但主场的国米可以说非常可怕 除了4比0弗伦提纳外 也在本季第一场米兰得比中5比1大胜AC米兰 虽然本菲卡也是在普超近17球 但失球数是比竟双位数 可以说国际米兰才是在联赛内真正碾压的那一个 而在主场的加持下 虽然在夏季走了奥纳纳与卢卡库 目前看来却是完全不影响 进攻端上不论是马丁内斯 还是阿尔托诺维奇都有很快的速度 3-5-2的不变正席仍是很多其他联赛豪门的噩梦 尤其是可怕的边路攻防 可能本菲卡做客想打防守反击都不见得打得出来 这场我看好国际米兰在主场林峰本菲卡 这边推荐主胜 大小分为2.5大 比数为3比0 也推荐非双方进球 接着是曼联主场对阵加拉塔萨雷 曼联在结束第七轮英超赛事后 是再度的吞下了败仗 这就很好的证明了一件事情 就是英联杯对于水晶宫来说完全不重视 在曼联主场1比0赢下曼联的水晶宫 甚至没有任何欧战场要踢 对于曼联来说这无疑是最大的打击 尤其在这场欧冠小组赛 继上次3比4不提德国豪门拜仁慕尼黑后 本季将于老特拉夫挑战土超王者加拉塔萨雷 这场是无疑的见证曼联是否还有油的时候 对于他们来说 好消息是安东尼归队应该是能够参与这场比赛 而不论如何 论土超与英超的差距还是很大 我认为依照小组赛第一场在主场跟哥本哈根 踢合的加拉塔萨雷 应该还是没有办法跟英超球队抗衡的武器 虽然他们有水晶弓、前锋、萨哈 但队友强度不与水晶弓相同 而加拉塔萨雷虽然是土超五连胜 几乎是碾压整个联赛 但安东尼回来后的曼联 右翼的持球应该能够比较顺畅 虽然与英超球队是踢得乱七八糟 但土超等级的队伍对于曼联来说不至于惨不忍睹 可加拉塔萨雷进攻也不遑多让 这场我认为曼联会拿出比较好的防守来应对 进攻端上需要透过安东尼的盘带来制造机会 不确定他能不能短时间内恢复状态 而后腰上的卡赛米罗 后插上的能力 也在上一场发挥得很好 甚至进了两球 目前曼联在欧冠小组赛能走多远 是要看卡赛米罗到底还有多少体力跟能耐 这场我认为曼联在老特拉夫主场 迎战土超王者应该能有个零风表现 这边推荐主胜大小分为2.5小 比数为2比0 也推荐非双方进球 接着是拿玻璃主场对阵皇家马德利 拿玻璃在本季一甲 没有了上季的后防大将金敏哉后 目前看来防守的体系 仍然是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 进攻端仍旧是杀伤力十足 除了最近爆出自家媒体 开主将奥斯美恩的夸张言论外 对内球员还是氛围不差 但拿玻璃球团还是要谨慎发言 种族歧视的议题 严重则是会让队伍的球员罢工 也不是不可能 说到黄马 本季然是一飞充滇 除了马德里得比中 输给了马进之外 其他比赛全胜 并且包含欧冠小组赛的第一场 赢下柏林联 这场做客意大利 虽然在两队广交手战绩中 皇家马德里是全胜 但那交手记录并不是这两季的拿玻璃 我认为在黄马没有了本泽马后 一直缺少一个真正的中锋球员 虽然这样的强度 还是能够在西甲呼风唤雨 但实际上在整个欧洲联赛内 这样的前场能量 不足以在现在足球中 打造完美的进攻体系 而伤兵方面 也在后卫少了米利堂 阿拉巴 以及门将 古尔兔瓦 所以防线上会相对辛苦 这场我认为黄马会以打反击为主的打法 拿玻璃也不见得在中场占得到便宜 我认为双方合局作收 这边推荐合局 大小半有2.5小 比数为0比0 以及1比1 也推荐进球数 上下半场一样多 接着是最后一场 朗斯对阵兵工场 朗斯在本季罚甲 可以说是开季就非常不顺 目前在罚甲排名15名的位置 但罚甲也才18队 等于他就在降级区的边缘 虽然第一轮做客赛维亚是1比1打平 但赛维亚一直以来都是在欧冠区 不会是同一个层级的队伍 常常也是跑到附加赛去到欧巴 虽然在朗斯 罚甲近两轮都是有取胜 但图鲁斯和斯特拉斯堡 常年以来都是罚甲中下游的球队 这种胜利依照去年的战绩来看 应该是非常合力 而虽然兵工场是做客 但周六的英超赛斯中 是4比0做客大胜伯恩卯斯 并且制造对方两次犯规要到罚球 并且其中一次也让哈佛斯提 也顺利打入 让他保持脚感 队友也替他开心 可以看得出来 兵工场这帮年轻人在阿特塔的代理下 球队的氛围也蛮好的 英超到现在七轮和热赤 同属于一场未败的球队 今年的北伦敦是非常激昂的 言归正传 在上一场对战伯恩卯斯的阵容 其实也是不得已的选择 因为其他部分的球员伤兵问题 仍旧是没有解决 赖斯、萨卡也有小伤在身 左翼没有马丁内利 以及特罗萨德的情况下 不得不启动双前锋 就几乎让右翼的萨卡来突破 后卫线在这个时期 富安建阳的价值可能就会提高 他可以再上来顶中卫 让金琴科去左翼上前帮忙 哈佛茨在上周虽然进攻战中没有进球 但那颗罚球踢进可以大大提升他的信心 再加上他欧战场的关键进球能力 或许联赛上踢得不顺 在欧冠小组赛中能够有不错的表现 这场我认为他有机会进球 毕竟是做客 要像上次主场提恩和分这么多球 应该不太容易 我认为这场兵工场小比分零封 今天推荐克胜大小分为2.5效 比数为0比2 也推荐上半场的兵工场 那这集的影片就到这边 喜欢的话记得帮我按赞订阅 那我们下集再见啦 拜拜 拜拜